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共艺术苍穹之窗揭幕典礼 典礼开始 谢谢 欢迎各位长官以及各位先进 还有医院的同仁 丽玲我们成大医院 来参与今天的公共艺术 苍穹之窗的揭幕仪式 我们知道苍穹之窗呢 大家可能呢 都已经有看过我们的这个作品 它是我们医院门诊大楼 文化大厅里面 所设置的公共艺术作品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以这个作品的设置 可以提升我们院区的空间的景观美感 而且呢 是我们的院区的氛围 可以呈现非常具有亲和力 而且富含希望的空间 而且也可以呈现我们医院 生命爱心卓越 以及创新的核心价值 今天公共艺术苍穹之窗的揭幕仪式呢 就如同大家所见到的 那么艺术家呢 也为了呈现宇宙自然间 深奥的意念 选择了高价的大理石 还有包括金箔 银箔的玻璃 贝壳等等 其实呢 不用肆意在这边 这个描述 因为等一下 大家就可以亲自呢 听到我们艺术家老师 在现场所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导览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也请这个作品的艺术家 亲自为大家做介绍 好 那么现场呢 也留给我们的长官 一点点 这个拍照的时间 那么首先 我们要介绍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办机关 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成大医院院长 林鼎文林院长 谢谢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成大校长 赖明周赖校长 谢谢 掌声都非常的热烈温馨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也要介绍的是 成大副校长 黄黄辉黄副校长 特别介绍的是 黄副校长呢 也是我们下一任成功大学的校长 我们也特别邀请黄副校长 一起来见证节目的活动 继续呢 我们要欢迎以及介绍的是 成大医学院院长 林奇和林院长 谢谢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更是特别 因为呢 他就是我们本次作品的 创作日级艺术家 麻生秀岁老师 那么麻生秀岁老师 同时也是东京艺术大学 地画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另外我们要介绍的也是 协同创作人 林顺龙 林老师 老师看起来就非常 R的样子 好 其实呢 我们要这个 欢迎的呢 也就是我们 成大历史系教授 萧崇瑞 萧教授 萧老师 那么同时呢 萧教授也是我们 成大艺术中心的主任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揭幕典礼 首先要恭请的是 我们成大医院的 林炳文 林院长 那校长 黄副校长 也就是我们未来的 明年2月1号的 成大的校长 那林漆和院长 神圣穴穴穴穴穴穴穴先生 还有林顺龙老师 那所有在场的贵宾 大家早安 我相信各位 参加这是一次 北开生命的一个活动 很多人在一楼 二楼甚至三楼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 没有准备椅子给大家坐 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大家要利用这个时间 在这里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特别 先利用这个机会 特别要谢谢 我们的 为了这个公共艺术 这个公共艺术就是 所有建筑的百分之一 要拿来当这个公共艺术 的建筑费 那我们的林选委员 总共有九位林选委员 院内两位 那有七位是外来的委员 我要利用这个公开的场合 特别谢谢这几位委员 包括陈宏田老师 萧琼卫老师 还有几位不在场的 赖兴隆老师 陈建北老师 还有这个黄布卿 许志贵 还有赵文元副院长 还有许长吉建筑师 所以没有他们 大概我们很困难完成 今天这个活动 尤其要特别谢谢 承办的洪文芳主任所领导的 公务师团 对 这个等一下艺术家会介绍 这个他的内容 但是这个艺术品 其实经过很长的临选 在临选的时候 总共有二十几个团队 那经过这五个委员筛选以后 剩下五项 那其中这五项 有两个是来自美国 有两位是来自日本 一位是台湾 经过这个评选以后 在presentation的时候 有中文有英文有日文 最后是有麻生秀税的老师 今天这个苍穹得到这个奖品 所以我们特别利用今天 那各位等一下大家都会抬头仰望 以后在这里有一个说明牌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着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等一下这个留给艺术家来说明 那我们也希望以后 有机会在医院里面 能不能弄个望远镜 或反射镜之类的 让所有议会的嘉宾 或是来医院看病的同仁的民众 可以不用头抬这么高 然后来看这些艺术品 然后慢慢的欣赏 那未来也会有因为制造马赛克 或是私立化 给大家做一个DIY的工作坊 所以我也要特别谢谢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能够节目 是很多的同仁 除了离学委员以外 所有医院的同仁们 还有其他的设计 今天这个活动的同仁 才能让这个会来完成 所以我们在场的 现场的所有的观众 或者所有的来宾 给我们这些幕后的同仁 很热烈的掌声 那我也再一次的谢谢 今天这一位的贵宾参加 我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院长 继续呢 我们要恭请的是 陈大校长 赖明昭 赖校长 上台跟我一起分享 两位林院长 黄副校长 T.O先生 各位贵宾 各位老师 各位医师 各位医副人员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医院 站在这么美丽的 艺术品之下 跟各位讲几句话 我想艺术是可以陶冶心灵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来 是把陈大校园 艺术化 希望能够用艺术来改变 学生的气质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年来我们的校园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来到医院 医院又有一个把医院的艺术化 而且同样的目的 进入这个门诊大楼的很多 有病痛的人 他们要得到的治疗 不只是身体的治疗 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是心理的治疗 当穿白袍的衣服人员 站在这艺术品的底下 穿穿 这穿的艺术品的底下 有病痛的人站在这艺术品底下 我想很快 他们也许就不要药 也会自然而然的 就把病动都解除了 所以我想能够把艺术品 带到社区 把艺术品带到医院 像这个是对学校来讲 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以校长的身份 这边向大家恭贺 有这么一艺术品带到城大医院来 这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课 把医院艺术化 所以非常高兴 也要恭喜各位医护人员 天天可以坐在这艺术品的下面 祝你们大家都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谢谢 谢谢 特别感谢校长的祝福 接续我们要邀请的 也就是创作日籍艺术家 也就是我们本次作品的 麻生寿岁老师上台 我们至此 那么我们同时呢 也恭请我们翻译老师 各位贵宾 各位贵宾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光荣 今天非常光荣可以参与这个重要的典礼 可以跟大家有开心的谈话 真的非常开心 最深的感谢 这一切 我现在是在这幅画的《苍穹之窗》的作者 但其实去年年末的时候 来这边现场勘察的时候 他感觉到这幅《苍穹之窗》 其实就已经在这里了 他站在这边就非常真切的感觉到 《苍穹之窗》它已经存在了 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欣赏到这个光景 是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跟努力 就是有非常多方人士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个作品 我自身9回台湾和日本往復 180日余台湾に滞在しました 马申老师他在这之中 往返了日本跟台湾之间总共9次的时间 待在台湾大约180多个日子 这个马赛克的制作也运用了大概前后陆续 运用了1000多个人力来完成它 天上の裏側の構造や その他の施工のためには 更多人的智慧と努力が結集されております 但这个作品的背后 它的制作过程当中 更有许多许多的人的协助 以及心血汗水 然后集结而成的这个作品 在这边要非常感谢 就是同筹及规划这整件事的 达达美术的林顺隆老师 以及林天龙先生 以及达达美术的每位员工 在这边献上最深最深的感谢 本日通訳を務めていただいている 未来さんは达达のスタッフの一人です 今天在这边帮麻生老师翻译的 我也是达达的一员 彼女は台湾の言葉ができない私を 常に支えてくれました 在这边我帮助麻生老师 非常多的就是 台湾不懂台湾话的麻生老师许多 ちなみにこの写真は 未来さんの作品です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张照片 是我照的 学生と言われるモーツァルトは あなたの素晴らしい音楽は どのようにして作曲されるのですか という質問に 私はただ天から聞こえてくる音を そのまま譜面に留めるだけです と答えたそうです 音楽的天才莫扎克 他被問到 你是如何做出美丽的乐章石 他回答说 他只是将从天空传下来的声音 写在乐譜上而已 天才莫扎克ならではの 素晴らしい言葉と 私は深く感銘しております 麻生老师认为 这个是只有音楽天才 才可以说出这么帅气的话 私はいつもは もう本当に七点抜刀して 制作をしております 麻生老师呢 过去总是就在 许多的想法的磨合当中 来完成作品 しかし今回はちょっと違いました 但是这次是不一样的 この場に一年前立った時に 先ほど申しましたように すでにこの作品がそこにあったからです 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 他在一年之前来这边看的时候 这个苍穹之窗 就已经浮现在他眼前了 昨年台北の中央研究院の 仕事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去年他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的 这个工作 その折りに台湾で ノーベル物理学賞を受賞された 李延哲先生と 対談をさせていただく機会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先生は宇宙のことや光のことを研究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で 僕は次のような質問をいたしました 对于宇宙以及光 有所研究的李延哲老师 麻省老师 作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麻省老师 他作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说 在这个宇宙之中 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吗 他说 在人类的思想 以及想象 这个方面 是否比光速更快呢 因为只要我们想象 距离现在 一亿光年 远的地方 但是其实你人 就已经在那里了 先生はにっこりと 吻ほ笑まれて 次のように 申し上げました 日本には新幹線 光号がありますね 望み号は 光号よりもっと早いですね と申し上げました 李延哲老师 他当下 是微微笑的回答说 在日本 好像有一个 叫做光 的新幹線吧 但是其实 有一量 比光更快的新幹線 他的名字 似乎是被命名为 希望 我 麻山老师听到这个回答 就是感觉到 非常非常佩服的 李远哲先生 然后 深深的给他 一个敬礼 在宇宙的彼此中,我仍然不知能力的,光越快的星球。 我仍然想到很多東西在地上,我常常在想。 阿森瘦碎老師常常在想 比光速更快的東西 在這個蒼穹之窗之中 它慢慢慢慢地緩緩地降落在大地 這個創作理念是它一直放在心中的 這次的作品就是它將這個理念 然後幻化成現狀可以讓大家一起看到的作品之一 馬賽克它原本的語意其實是跟音樂相同的 古代ギリシャ人士 天上界には沢山の星が輝いていて その星はそれぞれに美しい音を奏でながら 宇宙を運行している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いたようです 古代的希臘人他們認為呢 在滿天的星空中除了星光點點以外 其實伴隨著你還可以聽到非常美麗的樂章 天上界は美しい音楽で満ち溢れ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たわけですね 所以他們認為在天界上呢 是有著美妙音樂才有著閃閃的星光 モザイクは一つ一つの石やガラスの単位で構成されます 音楽が音階によってドレミの音階によって メロディーやハーモニーを作るのと同じ考え方ですね 在馬賽克裡面呢 它是一片一片的小小的作品 然後代表著顏色啊 代表著造型 就跟在音樂裡面一個一個的音符 一個一個的ドレミ來拼湊成完美的旋律 是一樣的道理 ですからモザイクも天上界のミューズの神様に捧げられるべきものだったわけですね 所以馬賽克在以前就被當作是獻給那個妙思女神的一個作品 この作品にもたくさんの星が輝いております 私はつくづくいい星のもとに生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を本日感謝しております このモザイク天上が長く皆様に親しまれますことを切にお願いして 今日は本当に感謝の気持ちをお伝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在這邊想要跟大家 希望可以 希望這個作品可以跟著大家到永遠 可以融入大家的生活之中 希望大家每天進來的時候看到這個作品 也都會感到非常的愉快 在這邊真的要再次再次的感謝大家 許多大家的幫忙以及協助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謝謝 謝謝 感謝老師 我們也請老師留步 是 請老師留步 因為接下來馬上要進行我們今天的重要揭幕儀式 除了台上老師之外呢 首先要恭請林秉文院長上台 繼續要恭請的是賴明昭校長上台 以及黃黃輝副校長上台 以及醫學院林祈禾院長上台 還有創作協同創作老師林順龍林老師上台 我們現在也請長官 在就位之後呢 對 還有林順龍林老師 對 那麼我們院長 那待會兒呢 我們先請這個長官 在一起跟著我們倒數到一的時候呢 才將這個手呢觸控到我們的揭幕球 好 我們現在呢 對 攝影機準備好了哈 好 一起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出揭幕球 大家請抬頭觀賞 好 謝謝大家的朋友 我們現在大家抬頭仰望 我們今天的相當重要的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公共藝術揭幕儀式 象徵我們成大醫院希望帶給大家的是 充滿生命 愛心 卓越 以及創新 那麼也希望呢 藉由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的一切 那麼在經過評選之後 也希望讓到成大醫院來 不管是到門診大樓來的 我們的一些民眾 還是呢 包括我們很多的同仁們 大家都可以一起見證到 就像剛剛院長 校長 還有麻生老師所說的 我們所有的一切 蒼蠅之窗 希望帶給所有的朋友們 生命 愛心 卓越 以及創新 那麼現在大家在上面看到的是這個變化 來 我們現場呢 非常謝謝我們在台上的長官以及貴賓 那麼在節目儀式的同時 我們同時也要邀請所有的貴賓 一起到舞台上面來合影留念 那麼除了我們台上長官貴賓之外 那麼另外呢 是不是還有包括我們今天所有醫院 醫院的一級主管同仁們 我們一起邀請到台上來 一起來拍照 那麼我們恭請所有醫院的主管們 一起移架到我們前面來合影 是的 我們邀請所有的醫院同仁們 雖然今天我們的蒼蠅之窗 節目儀式時間很快很快 不過呢我們希望呢這個美好的一切 大家都可以呢這個留在我們的心裡 好不容易我們校長還有醫院的院長 還有這個所有的長官貴賓 我們都在現場喔 大家一起來見證我們今天的節目 這個台上都可以站上來 是 那麼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的時候呢 現場要跟所有的朋友提醒 因為待會呢我們從這個節目儀式結束之後 我們將有藝術家老師會帶領大家 由我們的手扶梯的二樓走廊去觀看 聽說呢現在在二樓的朋友們 我們呢每一個角度來欣賞蒼蠅之窗都很美 尤其是在二樓的部分 這個角度高度看上去剛剛好 我們希望呢藉由我們今天的節目儀式喔 讓大家呢可以感受到我們院區的氛圍 可以更呈現具親和力富含希望的空間 謝謝再次的謝謝院長 謝謝校長 謝謝長官 謝謝所有的同仁 謝謝 那麼不要忘記了 我們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有藝術家老師將要帶領我們現場的朋友們 有小朋友同仁還是來我們門診大樓的我們的市民們 我們這個藝術家老師會在現場親自指導我們參加的朋友 讓大家都可以體會到動手拼貼馬賽克的趣味 那麼工具還有材料還有教學的道具 來引導參與者從草圖的繪製感 我們準備了一些麻生秀翠老師以前過去的作品 他說雖然說有些歷史久遠 他怕他自己都有點忘記了 那他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看這個簡報 然後想起他以前的作品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第一個作品呢 是在《名普屋市民會館》 在日本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麻生秀翠老師在37歲時候的作品 他設置在《名國屋市民會館》的入口的地方 這是石灰岩的作品 所以它堆積して幾千萬年 或是一億年近年月 堆積して石灰岩的作品 那裡有很多化石灰岩的作品 那些都是一些歲月啊 歷史啊的累積 他用這些沉積眼來拼湊一些人型 來代表就是人類也是經過時間 經過歷史的累積而完成的 這是我記得 大小學生的中學生 我去學校2年生初學生 小學生後學生 高等學生 高等學生 學生 學生 柴山 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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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折经病院 这边是麻生老师小学到国中时候居住的地方 的附近的一个病院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墙面 其实就是在一些领药口啊 或是卦号口啊 的上方的这个非常大型的壁面 就是麻生修水老师的作品 这边是自然界的中心 这边是生生生生生生的一生懸命生生的形状 就是画面的一生懸命生生生的形状 现在映像的左边和右边 左边和大体昼間的情景 右边和夜的情景 最高的的病院是一生懸命的病院 就是在病院的那里 若是有痘中的病院 在病院中的病院 在病院是真的满意的 往往一托的病院 可怜如这边收复的病院 一日一日を悪く、力強く生き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大切なこと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 あん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にこだわらないで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モザイクそのものの材質の美しさとか そういうもの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説明申し上げました この壁面面對壁面の左側は早晨的意象を作成壁画 壁画の内容は人民の生活を表現すると 病院は非常に融入人民生活の部分 なので、この virusはまず1つのための人民の主題を作成壁し、 前すごい先端が前から買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食べ物するんですよ 你看当 Aquatic線の Global Candidation 中央の下半部にも幹部の中央の留心の出品 この壁画が完成後も、人々が testingで vereられます この流心はどうかそれは天使から 他要來醫院來照顧這些病人 所以他們看到這個壁畫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種很祥和的 有一種很有好的預兆的想法 這樣子 摩ザイクには 色んな石と硝子が使われております 今回もそうですが 世界中から 何百種類かな 本当にたくさんの材料が使われております 他說馬賽克使用了非常非常多種的食材來拼貼 其實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頭頂上的這幅桑窮之窗 你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他用了大概快要近幾百種的食材來拼貼 即使即使只是一個細微細微小小部分 或許只用了一點點一塊 但是就是他希望表達的是 在從這個世界各地 然後引進的這些食材 然後可以用在這幅作品當中 來代表一個就是國際觀 石には 何か人を癒す そのパワーといいますかね そういうものを 石から発散され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ことは昔からよく言われますね 他說 在石頭 其實從以前就有種 可以給人類力量的感覺 所以他希望 他使用馬賽克來做這些 像是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的壁畫 或是我們現在頭頂上的這幅苍穹之窗 都是一樣 他希望他把它設置在醫院 就是可以傳達一種給人民的力量 まあ ヨーロッパでも ですから 昔から教会とかね 大きな建築で 多くの人が集まるところには 沢山のモザイクが作られてますね 他說其實可以就是看一些 國外歐洲的 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場合之中 你們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壁畫 有一些馬賽克的拼貼等等 就其實是相同的理念 これはその同じ病院の中の庭ですね 中庭 這是一樣 在那個病院中間 其實那個壁畫 就在這個玻璃窗戶的內部 那在玻璃窗戶的外部呢 其實他是有做一個情願的造景 他希望就是 利用這個透明的窗戶 來做一個內外呼應的想法 就是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馬賽克 そこに壁欄ありますね そういう関係になってます これもやはり沼津の 同じ地区の 先ほど病院と近いところに 看護師さん達の専門学校があるんですね そこの これは玄関ホールと この中にモザイクの作品があります 這也是一樣在早晶這個地方的 一個看護學校的 一個地面的馬賽克製作 これは 今のはね いいですね これはね あの 水に 太陽が映ったところを表現してます 他這一個 這幅畫作的意象呢 其實就是 水面上的涟漪 然後經過 太陽光的日照 所以就產生出這種 顏色 變化万千的景象 沼津というところは その名前のようにですね 水が大変 豊かなところで その水は 富士山ですね 日本で一番高い 富士山に積もった雪が 何万年もかかってですね 地下に染み込んで その水が 湧き水として 湧いているところが 沢山あるわけですね 他説 藻晶 この地方は 水が非常有名な 地方 これは 水が非常豐富的 一個 区域 在富士山 その雪 經過幾千年 幾万年 的累積 然後慢慢慢慢 變成了地下水 流出來的 所以他認為水 是一種非常珍貴的象徵 所以他利用它來做 這次的畫作 これは新宿の福都心にある 新宿センタービルという これができた当時は 新宿で一番高い 55階のビルでしたけどね 今ももっと高いビルは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が そこも庭に作った作品です この作品 設置在新宿的中心大楼 この大楼 当時在蓋城的時候 其實是 当地最高最高的楼 当然現在 不比以前 一定 會有更多更多的大楼出現 但是這個是当時 非常非常有名 最高的楼 然後他做了一個 前面的庭院的造景 これも別の角度から見た写真ですね 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的 これは新聞社の敷地外に 約1500平方メートルぐらいの スペースに モザイクをした一部ですね これは三陰石のいろんな色をね 使ってモザイクしました これはその中心になってるところで 水が中を循環して 外側はベンチとしてね 皆さんが休憩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造景の部分 也是就是在新聞的報社大楼 它是在馬賽克布置的人形道德 最中央的地方 它說 這個造景 它在最右邊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像階梯的部分 它這邊是製作成為 就是可以讓人做的一個 像是公園長椅 可以休憩的地方 これは浜松市民会館 という風に今字が出てきましたけど スポーツ施設ですね 浜松アリーナという大きな バレーボールとか屋内競技を するための施設の壁画ですね 這個作品呢 是在冰松的市民会館 但是其實它是裏面的 運動館的部分的壁画 大体私の作品は ここと同じようなテーマで 宇宙と人間との関わりといいますかね そういうものをテーマにしたものが多いですね 其實麻生老師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以人民 以宇宙 自然的東西 來當作創作理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幾乎每一個作品裡面 都會有人像的出現 このアンテナを持っているような 大きな人物は この早急の窓から いろいろ振ってくる いろんなアイデア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ものをキャッチ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人を象徴しています これは 沼津市の ちょっと 固い表現ですけど 世代間交流施設 要するに お年寄りと 若い人が 一緒に集まって いろんなことを やるための施設ですね これは外の風景がとてもね あの 樹齢何百年も 経っている 松の林がずっと広がっていましてね 外の風景が非常にきれいなので ステンドグラスとうまく 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できるように 透明な部分も たくさん残して 作りました やはり テーマはご覧の通りですね 宇宙と人との関わり これは どういう題だったかな やはり 第一の家族っていうか そういう名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他這個作品呢 其實你們可以透過窗戶 看到外面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 綠色植物啊 其實它是有点像是森林 竹林樹林的背景 那他跟這棟建築物呢 他希望做一個呼應的效果 所以他在這邊製造了一個 就是 色彩的區塊 以及流動 來試圖做一個 內外呼應 建築物與 外面的大自然 的一個呼應 那他也留了許多 透明的部分 他希望 不要擋住外面美麗的風景 他希望是 是一個點綴 一個裝飾這樣子 那還有一部 可以找到的 那這個 我們到了 甚麼 浜松市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一個公共的ビル 裡面有大型的電影 所以日本最初的電影 有一個電影 在那裡 電影上的電影 有500平方米的電影 有一個模型的電影 計劃 所以 當時還沒有壁 有一個大型的電影 還有西ドイツ的優惠的奧ペラ劇場 最後是Paris的奧ペラ座也來看見 他說這個地方是冰松的一個很有名的飯店 這個地方有一個歌劇院 劇場 然後他這幅作品就是設置在這個地方 残念的事 日本的暴漏経済在日本上 他就說原本呢 其實是要在這個歌劇院的部分 他也是要做一個類似窮頂 就是做這個歌劇院的頂 天花板的部分 那很可惜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有些泡沫經濟的影響 所以他沒有辦法完成這項事情 但他非常非常開心 今天可以就在台灣 在城大 所以他就轉換了一下他的形式 不是坐在天頂的部分 而是以一種從天頂上掉下來的一個小小的碎片 而造成了地上的一個聯誼的這個設計理念 而做了這個作品 啊 これは台北の郊外にあります 中央研究院の中央研究院の中の図書館の入口ですね ここに アルミニウムのレリーフに少しモザイクを施した作品ですね これもね やはり 早急の窓から降ってくる色々な これは 宇宙からの手紙というね そういう台です 接下來這個作品 喔 接下來這個作品喔 它是設置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的部分喔 其實他說 它是用一個礦物的感覺 來表現這次的作品 那 可以看 其實 它這個 看似不規則的形狀 其實就是從蒼穹之窗掉下來的小小的碎片 然後他將它裝飾在這個地方 日本でね 中央浮吉郎先生というね 雪の結晶の研究をされている先生がおられました 在日本 有位很有名的老師 他是在研究下雪的雪的結晶的那個形狀 中央先生は 雪は空からの手紙ですというね そういう 非常に美しい言葉を残されています 那位有名的老師 他曾經說過 就是下雪的那個結晶啊 其實是上天給我們人間的一個信 一封信 雪の研究をされている方にとってはね 雪の結晶というのは 一つずつみんな違うようですね それの様子を見て 今 空の状態がどんなかということをね 分かるということで 雪は空からの手紙ですというね そういう言葉を残されています はい 水の結晶は 水の結晶の形状の変化 そういうのが 人類的一個信息 一個訊息 一封信 然後 試圖讓我們去讀解其中的道理 ですから私はその言葉を大変好きな言葉なんでね 宇宙からやってくる手紙は 雪の結晶のようにね こんな形を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ね それでこの作品を作りました こういう風について これは同じ中央研究院の裏側から 它是斜面的,100m四方的空間 那裡有很多石的造型, 在那裡想要散步的一部分 這張作品也是在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後方的一個山坡上 它是做一個類似造景的作品 它在這邊製造了一個拱門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後面其實有一些樓梯 它想要製造的這種感覺就是你穿過了這個拱門 爬上這個階梯走過去的 其實你看到的是雖然好像是相同的景色 但其實它是想要帶給你們有種不同不同的視覺觀感 它其實是以一個未知的門 一個未知的知識之門來做這個作品 但是在中央研究院的有一些長官的眼裡看來 他說從上面看下去怎麼看起來那麼像墳墓啊 好像有一點點不吉利耶 當然我老是有一點點不吉利耶 所以我要說我想說 他說這個跟墓碑啊墳墓怎麼會長得一樣呢 它有一扇門啊 它可以走進去啊 踏上階梯妳將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色喔 他說這個跟墓碑啊墳墓怎麼會長的一樣呢 泉が湧くような石があって そこから今のね いいですよ 今のここへずっとね 水が流れてくるような それあの まあなんか 日本では才能河原といってね いろいろ あの世とこの世をね その 境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な 考え方もあるようですけどね 私はその 生命が元気になる そういう境であるっていうね そういう風に 他在这个部分呢 他是处理了一个 用石頭排放的像是流水 像是一个噴泉的感觉 来制造一个水的意象 これは この 作品の中でもね ちょっと不思議な体験をした作品ですね これは直径が3m30cmくらいありますかね この計画をする前に 私は現地を見ましてね それで 大体の構想図を描きました その中にここ丸い何か欲しいなっていうのでね 丸いあの 彫刻の絵を描きました それが大体3mちょっとくらいあったんですね そしてそれを 多々のスタッフの方たちが どうやって形にするか いろいろ検討しました 再来看到的 这个很像甜甜圈的作品 他也是在中央研究院里面 他大概是 一个直径3公尺的園 他有画草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他有跟 达达美術的员工啊 有讨论 就是希望可以放些 什么样的图案在上面 他觉得帮助他很多 来丰富这项作品 そしてね 書かれた图面はね それを三分割して この現場でつなぐようになってたんですね だから僕は即座にそれはダメだと その3つに割れば 価値はおそらく千分の1 それから その加工する手間は 10倍かかるでしょう 本来其实这个園呢 他是要把它分成三等份 然后来分别去制造它 但是后来马上老师认为呢 这样子就失去了 他这个完美的圆的形状 所以他最后就是 以一个整体的 完全没有切割他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作品 そうしましたらね そんな大きな石はね ありません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但是要找到这样子 3公尺的这个圆形的石头 是非常困难的哦 あるかないか探してみよう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ね それでカレンへ行きました 所以为了找这块石头 他还特地跑到花莲那边 去找石头哦 でカレンではね 山から転げ落ちた石が 川を転がり落ちて その何万年もかけてね 水に現れて 流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りますね そういうところが何か所もあるわけですがね 最初に訪れたところで えー 丸い大きな石が もう一目でわかったんですよ あれだって 僕は即座にそこへ駆け寄りました どうぞ 孫老師前往食材場的時候 他一走進去馬上就看到了這一顆 又白又大又圓的石頭 他馬上一眼就說 好 那我就用這一顆來做我這次的作品 馬上就跟他就是一見鍾情 所以寸法測過後我寫的畫面是很適合的 中間的穴也有一個想法 她说在切食材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花功夫的 他為了要切中間這個你可以看到像是波浪狀的紋路的部分喔 他就開發了道具 開發了切割道具來就是 試圖可以完美的呈現他想要呈現的作品 好 そしてその穴がお互いに接するようにね これですね これとこれが接するようにね 他就ーっと掘ったわけですね 那個部分要一個一個完美的連接 跟隔壁連接造成這個波浪的形狀喔 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 それは大きな台の上にですね 回転できるような台の上に石を乗せて 一本掘ってはちょっと回転させね 一本掘ってはまたちょっと回転 ですから それを繋げていけば 必ず丸い正確な円が惚れるわけですね 他是把它放在一個圓盤上面 一個非常非常大型的圓盤上面 然後再用開發的道具 一個一個慢慢的這樣子往下挖 挖了一根之後 又要再一往旁邊一點點 都要算好那個公分 然後算好那個距離 然後再這樣子挖下一根 所以是非常非常耗時 非常耗人工的 で一本一本の穴を掘るのにですね これを一つ一つが仕上げだと思って 後から手をかけることを考えないで 丁寧に掘ってください 但是他的成果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他非常感謝就是 幫他做這個挖洞 這個工作的人員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仔細 然後完美的呈現了 就是他想要的那個圓形 ですから見事に この中のものがスポンと抜けたんですね その写真ありますかね さっきあったよ ちょっと前に出して これこれね はい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照片的 大概右邊的樹的後面 有他那個中央的部分 就被割下來的部分 放在那個地方 だからあれをただね 穴だけで掘ろうと思って 壊してしまったら こちらの作品はありません 他說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忙 大家的協助啊 是不可能完成這項作品的 であの二つをね 並べることによって この作品がね 非常に生き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 所以他將它放在他的右邊 喔 來完成一個就是 互相呼應啊 以及他其實就是 他的一部分喔 的這樣子的一個意涵 あの僕は 何か作品作る時 必ず やっぱりその素材となるものと じっくり その対話をするといいますかね えー そして最善の方法を 考えるように努めてます 所以他這項作品喔 其實就是耗費了很多很多 大家的幫忙啊 大家的心血啊 來完成他 他非常感謝大家 他一個人是 沒有辦法完成所有的事情 あの図面を描いて 何が何でもその通りにやろうとしますとね 非常に無駄な努力を使ったり 素材を無駄にしてしまったりす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ね 他認為他這個挖動的行為啊 看似非常耗工啊 非常的耗人力 但是其實他最後有將他放在旁邊 其實就做到一個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作品喔 他沒有浪費他的一分一毫的意思 あの特に石とかね 自然の素材については それが言えると思いますね ここはこういう石が割れてますね これ これね 最初はね これ割れ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好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看 就是 這個圓形的左上方喔 他好像有點 像是裂掉的感覺喔 他原本其實是沒有裂掉的 他故意做這個處理啦 加工中にね 私ちょうど日本に帰っている時に 職人さんが加工してて 石が割れてしまった 大変なことしたってね あのすごい心配して電話かかってきました 今だったらこれ接着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すが どうしましょうってね 其實他說 這是他的設計 但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小故事喔 就是他在製作這個作品之中 他有回去日本一趟 他在回去的途中 他就接到了那個石材工廠的師傅打電話來說 完了完了 我不小心磕的時候 磕得太深了 把這一塊都弄碎了 要怎麼辦 我們要把它黏回去嗎 還是換一塊石頭 但是其實 之後馬森老師再看 其實他就是有一種 代表著這個石頭 經歷過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小故事 所以他就馬上從日本飛回來 馬上看一下這個石頭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看了之後 すごいダイナミックな割れ方 他說他感覺 他當場看到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 這是一種非常戲劇化的裂開 他覺得這對他的作品是有加分的喔 這是人間的手 こういう表情 可以做到這裏 他說 如果你想要刻意做出這樣的感覺 說不定還做不出來喔 這是自然的大力 5千萬 anything千萬年前 可能有這些風景 要弄的樣子 用心ということ 神教幫人 Senhor 你給我一個大的嗎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真莫的 這是什麼 我的 Will 是時候 左邊 所以這道裂痕他認為是上天註定要讓他變成這個樣子的 所以他決定要好好利用它 原本他這個作品其實是要放顛倒的 但是因為這個裂痕他就把這個裂痕往上移 讓他是在上方可以有日曬 讓大家更清楚的看到這個裂痕 然後可以欣賞他那種獨特的自然的 沒有辦法人為去製造他的一個美麗 時間大丈夫ですか これは原画を作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ここにちらっと見えているのが最初のイメージですね ここへ去年の暮れですね それでもうその見えた絵をその一晩で描きました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這次現場的作品 成大的作品的一個製作過程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是麻生老師 他在繪製圖面的過程 你們可以看到照片的左半邊 有一個有點被切掉了的畫框的圓 其實這就是最一開始麻生老師來現場看完之後 馬上就是浮現在他眼前的畫面 他回去馬上畫的草圖喔 それを印刷でですね 二メートルの大きさに 直径二メートルの大きさに 引き延ばしました 然後我們將這個草圖啊 放大 放大印刷 放大成兩公尺喔 這麼大 然後放在地面來 做更細部的繪畫 大概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喔 都這樣趴在這邊 然後畫了更詳細更多更豐富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在地上的畫作 我們再把它放大了五倍喔 才是現在我們天頂上看到的這個大小喔 それからこれは真ん中の青い石ですね これは日本で加工しました 這個是在日本選食材時候的照片喔 この作品を作る時にも大変不思議な事が 色々起こりました この青い透明感のある石 その事ばかり毎日考えてました そしたら私はもう五十年ぐらい 石の仕事をやってますが この一年間で今まで見たこともない 三つの青い石を発見しました 他說在做這個成大的作品的途中喔 他遇到了很多很多奇蹟似的事情喔 像是他已經在馬賽克這一行 工作了五十多年喔 沒有想到他竟然還有不知道的石材喔 出現喔 他說他一直在想要一個藍色的石頭 然後就在他循循秘密之中 他發現了三個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沒有看過的很特殊的藍色的石材喔 これもその一つでね 他現在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個 アルゼンチンの石で ピンターベルデという名前の石です 這是一種非常非常稀少的石頭喔 它是產自於阿根廷 然後它的名字是白玉翡翠 但其實它是大理石的一種 一見白的你好像填色耶 一路透過猫色是青的 encore燃燃燒病 太陽沒有麻雞的失將 沒有 آيةitness 因為大方暗的 artist 天亮較的色隔ely 看來的照明比標 modern 其實現在看到這個石材喔 好像有點白白的 看不出來它哪裡有藍色 但是其實你們可以抬頭看喔 這個食材就是最中央的那個 刻花的部分的食材 它是有一種透光的效果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它上面 有隱隱約約的透露出淡淡的藍光喔 壁畫是在那時的情況下 各種表現的表現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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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希望可以以後大家 利用其他的時段 來觀看這個作品 它有其他時段的變化喔 它會有不同的表情呈現給你們 這就是加工的過程喔 這就是現在看到的照片 就是中央的部分 它是在它加工的過程當中 在測試它能夠透多少的光的照片 其實它只是透後面背部的自然光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有一點閃閃的白白的光會出現 這個是到花蓮的石材工廠去找石頭的時候 這個是到花蓮的石材工廠去找石頭的時候 它是在加工廠去找石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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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的這個藍色的食材 它的名字叫做 ブルーマカウパ 是從巴西進口的 是在加工廠去找石頭的 這個去年 這個來自在加工廠 是在加工廠去處方的 這個位置在加工廠去果的 所以首先是一生懷練習 一生懷練習 現在看到照片是馬賽克的訓練 因為我們這次使用的並不是全部都是專業的人士 因為馬聖老師希望他是藉由民眾之手來完成這項作品 所以他大概有兩週的時間在訓練這些人 現在看到的照片就是在跟他們解說跟他們上課的過程 這次作拼貼的民眾 其實並不是全部都是藝術相關的背景 並不是都是念藝術學校的 有一些是普通的大學生 來暑假打工 有一些是媽媽 送小孩出去上課之後來幫忙等等的 所以他希望的是 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專門藝術 而是他希望藉由民眾的平凡之手 然後創造 讓大家可以體驗藝術 的這個樂趣所在 まあそのためには いろんな工夫もあった訳ですけどね あのモザイクはね 僕は公教学ですかね オーケストラ あるいは大合唱ですね ベートーベンの大工なんかをね 日本では年末に千人もの人で合唱することありますけどね そういうあの みんなの力でその ハーモニーを作る そういう芸術だと思います これはその訓練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まあ皆さんにこれからや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けどね でまずこういうチップを作ることから始まるわけですね あの板で輸入されている石材を えー 短冊状に切って それをさらに ハンマーで カットしている これがみんなその材料を作りながら えー一周終わる練習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これが全部そうですね これが全部そうですね これが分色啊 等等的 あのこの こちらの若いお嬢さんなんかは 台湾あの 政治大学の学生さんですね こちらは その工場で働く えー 人の奥さんですね そういう人たちもみんな集まって協力しておりました うん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的照片 的这个年輕的女生 其实她就是 政治大学的 暑假来打工的女生 那左边这张照片呢 其实是就是 呃 制造工厂里面的 呃 其中一位员工的老婆 就都来帮忙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 呃 一般的民众 然后 大家都是想说 来体验啊 然后来帮忙 这样子 ね これは このモザイクの えー 貼る下地になる えー GRC って言いましてね ガラス繊維と コンクリートをミックスして えー こういう形の上に 吹き付けてですね その下地を作る 工程ですね 嗯 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是在 马赛克拼接的下方的 一个底座的部分 它是使用玻璃纤维 跟水泥混制而成的 这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制作过程 こうやって全体の形を作ったわけです 这就是做它那个 马赛克底座的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把这个做好的底座一片一片运到了工厂 然后再进行就是拼貼的状态 でこれは その原画をですね 原寸の大きさに えー 引き伸ばしましてね それを今の下地の上に あのー 貼り込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これ先ほどちょっと工夫をしました というのはですね 初めての人がやるには その下地にですね 全部の絵が見えている方が えー その作品一模一样大小 然后放在那个 GRC底座上面的照片 でこんな風にあの平らなえーえーえー 原画をですね こう局面の中に貼り付けるのは大変えー 苦労しました 今シワが寄ってますね 他将这个平面的这个图哦 放在这个有一点微微凹槽的这个穹顶形状的上面哦 就会看到有一些就是这样子 像是布的皱纹出现 是其实是有点不平整的 但是必须在这个上面拼貼马赛科 所以其实也是很辛苦的过程 えーそしてですね その上にビニールのシートを貼りましてね 透明なビニールシートを貼りまして えーその上にこのガラスのネットですね これを貼って でこれは今あのステンレスのね えー細い髪の毛ぐらいの細い繊維を えー絡ましてるところなんですね はい どんどん貼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ね ですから下に透けてあの ブルーの色とか その赤い色とか それからモザイクの線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のは見えてるわけですね そこへ えーその色に合った材料を探して その接着剤でつけていくわけ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ら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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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ーそうですね 四五十センチ えー四方ぐらいですかね 必ずしも四角ではないですけど えがらのきりのいい形でですね あのまとまると そのままにさんちか あのかためます かわかしますね それを一番下の えー ビニールシートに印刷した絵のところまで カッターナイフで切り取るわけ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ら この上面拼接完之後 他就會 用刀片 把它整個 從旁邊 跟下面的草圖 整個一起割掉 就代表 這個地方已經完成了 そういったら そしてその原画と ビニールシートを剥い取ると その えー 接着剤 えー 裏の面ですね そこにあの えー さきほど ネットに絡めた ステンレスの ワイヤーが出てる そういう状態のものが えー 取り出せるわけですね じゃあ 整個從後面割下來之後啊 他把後面的草圖 還有一些 剛剛說過的那個 玻璃纖維的布料啊 拔開之後 他就會整片陰陰的 他就會以這個狀態 之後再放置到那個 剛剛所說的底座的上面 來做拼貼 そしてその裏面に 接着剤をつけて その場所にそれを 接着します でその その作業をずっとつなげていって その その間をまた つなげていくわけですね このマーサイクの 拼貼過程 就是 一直一直在做 重複的事情 一顆一顆 細細細細細的 仔細來拼貼 它 來完成這個作業 現在看到的是 已經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的照片 そして この 下地の 継ぎ目がありますよね これは 現地に設置した後 現場で 埋めました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一片一片的 就是照著它下面底座的形狀 一片一片的 很像披薩一樣的形狀 這是一片一片的 運進來 成大之後 把它們吊在天花板上之後 再慢慢補 它中間這一道一道的縫 これは 真ん中の窓のための 枠ですね 現在看到的這個 是製造最中央的部分 這個 蒼穹之窗的部分的 模型 これは 窓を作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這就是在製造中間 蒼穹之窗的過程 はい これは この天井 まだ モザイクがつくまでの 状態ですね 這個是 天花板 還沒有放上 這幅作品之前的樣子 それでここにですね あの 三階のあたりに あの ステージを 作ったわけですね そして ここの もうすでに 病院は 開かれておりますのでね その多くの人たちが えー ししょうなく いろんな 行動ができるように あの えー 天井の裏側では 戦争のような 工事が 行わ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 あの そういうことを あの 配慮して あの ステージを作りました そして えー 製品はですね えー 三階の ベランダに 一旦 あげまして そして 三階の窓を 一部 壊してですね そして あの 現場に 搬入いたしました 所以 我們是 就是 三樓的 有一個窗戶 我們是 進行一個 先拆除 他的工作 然後才 一片一片 的作品 運進來 然後才 進行安裝 こんな状態ですね 就是 現在照片看到的樣子 就是我們剛剛所解說的 音架 還有 三樓的 部分 這就在 調作品進來時候的樣子 這是最後 麻生老師在做最後的細部調整的部分喔 是用一些施壁化的顏料在畫作 これはその部分ですね 這個就是完成的作品的其中一個部分 這就是完成之後的樣子喔 這就是完成之後的樣子喔 好簡卻 但是我不知道 這次要再多久 放幾段 被增加起來 所有協助 我不得分 我最不算要這樣 機長 我要怎麼分 分析是怎麼辦 沒有那種 一份的資料就對了 喔 妳剛才也有簽嗎 是啊 妳是簽哪一個 一份那種資料 那種要我們的 要不要嗎 沒有 todo 剛剛也是 這是我們去看一下發的出版難題 因為剛才其實是太多人 喔這是不是 因為我們主要是整個活動參加完 是不是嘛 這樣比較公平 對對對 現在還可以放棉嗎 我們現在現場這個人去 如果還有的話 你會參加參加完了 你就跟中文院的那個參加 還有位置 可能要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